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带您掌握趋势最前线 我是刘兹林 今天要带观众朋友一起来关心新的一年 万马奔腾新车擂台 2014年的车市似乎真的特别旺 因为各个大老板都把数据往上调整 而新车的挂牌数预估有39万到40万辆之间 接下来如果真的可以达标的话 会创下8年来的新高数字 要抢这一波的换车商机 车商纷纷祭出了优惠 包含了来回机票设备升等 延长保固时间以及零利率分期等等优惠 怎么换车才会经济又实惠 请到四位专家跟大家一同来讨论 首先欢迎的是汽车达人庞德 大家好 汽车网站总经理陈鹏旭 大家好 汽车杂志资深主笔林大为 各位好 大家好 网络汽车频道制作人庄英凯 你好 大家好 说到了汽车呢 很多人呢最近在看到这个新闻呢 似乎都跟跑车有关系 所以观众朋友呢 借着这些新闻事件 一起来认识不同的品牌 但这回出现了莲花跑车 这回呢左尬保时捷 右尬GT2 同时有人很多说 它到底可以跑多快 又或者说如果这样超速的行为 在台湾到底能不能开发 现在警方要调阅监视画面 来检查 跑车引擎哄哄作响 驾驶一边开车加速 竟然又一边讲的手机 单手握着方向盘 行驶在蜿蜒的山路上 速度相当的快 甚至还超过前面的银色保时捷 碰上了直线 就只踩油门 让人看得胆战心惊 地点就在北夷公路上 一名业余的赛车车手驾驶了莲花跑车 在限速50公里的路段 狂飙硬尬保时捷 影片被po上网后 引起网友的踏乏 怎么能不骂 这种行为实在太不可取 尤其是在北夷公路 还有九弯十八拐支撑 就是因为弯道太多 危险度太高 一般驾驶通过都得放慢速度 但这名车手 却把这里当成了赛车道狂飙 他有在行驶中使用手机 还有跨越双防线 还有违规超速的这些违规的行为 针对这些我们都会做违规的一个举划 39岁的赖姓驾驶 不顾其他幼路人的安危 开着超跑危险驾驶 倘若真发生车祸意外 撞成废铁的超跑 可就一点都甩不起来 TVB的新闻 钟德龙 林可贤新闻市报道 明明路段的限速是50公里 但是这台莲花跑车 硬是要挑战极限 引来了警方的关注 当然观众朋友的关注的 不只是他们被开罚单 而是莲花跑车 销声匿迹了好一段时间 怎么最近好像重出江湖了 庞德 其实这个北夷公路 一直是大家车手心目中 一个必须要被挑战的 一个重要路段 有人讲说它那是 北台湾版的秋名山 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我们之前开北夷公路 尤其是雪岁还没通之前 那个地方交通很繁忙 又有九彎十八拐 大家都会想到说 你只要进入那个路段之后 如果说你是性能还不错的车 你一定面临一个 很长的一个天人交战 那个天人交战 只有在北夷公路会发生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很多的菜车 在果农水果的那种货车 甚至有一些慢车 反正就是各种不同性能的车 都在那里混型 然后那整个路段是双簧线 从头到尾双簧线 然后是没有路间的 也就是说 你今天只要遇到一台慢车 后面整排 大概十台二十台 你只能跟着这么慢的速度开 那如果说前面是菜车 你是在水果的 那OK 速度一样 但如果说你是这一类的车 或者不要讲到莲花 就是我们一般的 这种什么2000cc的车 你从头到尾 你觉得我怎么受得了 我一定要找机会超 一定会超 那一超其实就是第一个违规 第二个可能对面 也来一个在水果的 正面 所以才有那么多灵异事件 因为那边车户率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们是以安全角度看说 哎呀 那地方实在是好危险 所以开雪水之后真的好了很多 但是对一些这种血液里 有汽油的这些赛车手来讲 那才是一个最惊险 最刺激需要被克服的 他觉得赛车场都没有那种环境 赛车场都自己跑自己的嘛 这冲路边的话 还有什么缓充电 那没有刺激感 就是要在那边 跟你自己的命 搏斗 瞬间大货车一来 我这插进去 哇 过瘾 那你说这些人变态也好 你说这些人不尊重交通规则也好 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存在的事实 那我记得我们大概在两三周前 我也站在这里讲说 我们在比较说麦拉伦 跟英国跑车 跟意大利跑车 我说意大利跑车 就像是重量版的蛮牛 英国车呢 就是雨量版的小辣椒 这你应该记得我这样提 对不对 所以刚好我觉得 今天这个故事呢 就印证我讲了 英国车就是一个雨量级的小辣椒 我们讲说超跑 动不动400匹500匹 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我们看这个车子 它的引擎呢 是Toyota的 我当时就说嘛 英国车 引擎塞一个日本的小引擎 哇 怎么那么厉害 对不对 你看它这个 才1796 你看到Artist 也是这个排气量 OK 然后直列四缸 Artist也是完全一样 然后呢 它转速算说高一点了 所以达到260匹 但260匹 说真的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呢 它的重量 轻到难以想象 这一款车呢 如果说我们照它的影片来看的话 应该就是XSIEGE CUP260嘛 这一款车呢 不到900公斤 不到900 通常都超过1000呢 对 我们上次在讲麦拉伦的时候 还1200多 我就觉得 那跟Yaris一样重 这个不是Yaris啊 这个才 八百九吧 不到900就对 那轻的难以想象 整台车都是一个碳纤维 加上全铝合金的底盘 所以这一种车呢 其实你真的在直线开的时候 它速度在一点都不快 但是呢 一进入弯道 就进入它一个天堂 所以呢 北宜刚好就是它可以挑战的地方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它怎么可以杀很多的什么 宝石捷啊 甚至Lamborghini啊 因为你看嘛 今天如果说在高速公路 其实我们这样讲好了 像我自己开那一部 是一个老N5嘛 139N5 其实400匹马力 但是我那个年代呢 全省在卖不到10台N5 但同等级的宾室呢 AMG的 哇 那大概卖个几百台 因为高速公路 大家油门踩到底的时候 我们的N5就是没有那么快 加速非常快 但是呢 一到三道的时候 才是BNW天下 所以Lotus更是把这一个特性 发挥到极致 只要在三道的时候 你马力再大也没有用 它就是刚刚好把马力重量比 刚刚好到那个程度就好 然后在弯道的时候呢 你马力再大 你也赢不了它 所以等于说 这个车呢 就在北宜公路上 完全发挥它的特性 所以什么车都尬不赢它 其实如果说呢 观众朋友想要追求 刺激跟新鲜感呢 现在的确有很多新的选择 但是观众朋友 你看到了 这样一台要价 四百多万的车款 有时候呢 对大家来说 如果真的到这个赛道 或者是到北宜公路之上 有人还是特别去观看的 我们发现说 最近呢 其实在特定的路段当中 不管是重型机车 或者是像这样 比较稀有的跑车 都会出现在这些路段之上 也吸引了很多人 前去拍照 来练他们摄影对焦的技术 当然很多的观众朋友 也许你想要体验 所以摆完不如一见 亲自的看一眼 但事实上 我要请教威廉哥 如果你看到这个 所谓的莲花 出现在台湾的同时 听说好像你也认识 这位车主 为什么他要选择 这个路段 去标速来体验他的感觉呢 是这样子的 我们大部分的这种高级车 都集中在北部 数量是比较多的 那北宜公路 九万十八拐 这个是从很久以来 都非常有名的 那你有了这种车子之外 你现在在高速公路 你顶多就是标直线 只能用top speed 最高速度 这样子 其实是没有技术可言 那像这种 比较竞技 竞技形态的这种车子 这个exage cup 260这种 它一定是要让在很多弯道的地方 去try它的性能 去试出它的性能 那更不要说他们其实会有同号嘛 玩车会有同号嘛 所以说现在在北宜啊 周一到周日几乎每天固定的几个时间 几乎都是一群一群的上去 那有没有违规 这我就不说了 这一定的嘛 对 那违规有分严重和轻微啦 那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认为也给很多人 很多车友们一个建议 就是说 违规还是要 站在别人的角度来想想 可是说实在话 我还是诚心的建议 因为现在台湾毕竟是有赛车场 或许成本比较高 那你要开这样 你要开成这么快的速度 其实你可以去赛车场练习 或跟人家较劲 那如果你在山路上的话 你也可以开快 但是基本上还是要以 对别人的生命安全 优先 其次是你自己的生命安全 就是要注意别的用路人的安全啦 如果你自己能驾驭 当然你相信自己的技术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时候车上 或者说路上的状况真的很多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网络的点阅者 是好奇说这台车子 到底有什么样特殊的功能 可以让大家这么的注意它 这个陈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莲花跑车 过去是停留在我们 5年前的记忆当中 现在又再度回来 大家很好奇是说 它的外形还包含刚刚旁的讲的 这种所谓的重量都不一样的同时 它最大的特性在哪里 第一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车子长得都很怪啦 就是说你开在路上 绝对会注意到 这是一台没有看过的车 是 那LOTUS这个车 其实从我们小时候 就莲花跑车就很有名了 以前的莲花跑车就是很扁 你就觉得好像那个车 真的能够坐人吗 它扁的要 大概可能高度 大概就只有 差不多100公分左右 而且它的底盘特别的低 我有发现贴地力很够 LOTUS这个车厂 就是说 其实玩车的 你喜欢玩这种车是说 第一个你如果花1000多万 反正或1000万的话花3000万 反正我就是大排气量大马亭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技术可以 如果我现在车子是轻量化 而且我是小排气量 让它有拉高转速 因为我们看这个车 它其实是竞技版 它也不是市售版 但是它竞技版 其实它就很容易改装 原厂可能就有出竞技版 这个车其实蛮多人在玩 过去台湾要玩这个车 大概就是要靠水货 但是现在台湾已经有代理商 也就是说有代理商之后 这个车引进的数量 就变比较多了 其实在大鹏湾 其实很多人在跑这个车子 这个车子当然你说 大家网友或者是这几天新闻 都在报这个车 大家好像觉得说 好像大惊小怪这样 其实就是像威廉讲的 就是这城跑去看就有了 他们其实有一个活动叫城跑 什么叫城跑 城跑就是说早上的时候 比较山路上面 北宜公路上面 没有什么人的时候 然后其实他们也是在 因为你跟人家撞的时候 你不会说自己没事 别人有事 其实两边都很危险 所以其实他们也是有在 注意安全的情况下 就是说挑一个人烟比较洗澡 但是晚上其实不适合 因为视线不好 所以就是城跑 这个车在城跑的能见度 其实还蛮高的 城跑是什么车都有 老师姐也有 威廉可能不好意思讲 就是说这个可能是 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你的手下败将了 什么 或者是说 曾经把你扒过 其实这个车其实蛮多人在玩 那这个是 当然很大的争议是说 本来这些人在玩这些车 只在车友之间流传 到底我在哪个弯 我开得比别人好 哪个直线呢 大家以前都过不去 但是我就可以在这边 这就是可能测试的速度啊 数字分析 那本来是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头 就车友之间在交流这些事情 那当然有一些同好 有一些摄影爱好者 会拍很漂亮的车 但是这个事情最大的卖点 就是说他把这个影片PO上去 那PO上去当然就会有两方 但是我觉得一方势力比较大 就是骂的人比较多 那越多人骂这个 因为买不起的人比较多啊 就是这样开 那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大概 我觉得不稀奇 因为接下来应该还会有很多啦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但我们目前看报道是说 似乎这个车手 他说其实不是他自己PO的 是不知道被人家倒PO 转载之类的 但他说是真是想不知道啦 但我要强调就是说 其实之前常有一些就是 不管车友自己也好或怎么样 PO上去之后 他以为人家会同情他 或以为人家会崇拜他 你就想到说骂他的人占绝大多数 像今天这个他没出车 那之前其实大概半年前 曾有一个就有一个车主呢 他开一个休旅车 然后呢 他说呢这个车太烂了 我车撞成这样 Airbag居然都没有起爆 然后决定要告那个车厂 我记得 对 结果呢没有想到他这个PO上去之后 一大量把他臭骂 你自己这样开车 没有撞到别人啊 你 当然有点讲难听就是说 你活得算你好运了啦 还要去怪人家车厂怎么样怎么样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上就是月线超车 然后那也是一个 说实在技术很不好的 就撞到山壁啦 对 不应该转的地方 对 不应该转 对 他右转 右转他还超车 你根本看不到右边嘛 然后一车一闪就撞到一个大车的车 翻起来滚滚滚 然后Airbag没有爆 但不管怎么样 因为他人还活着嘛 也就是说到底Airbag有没有起爆 因为应该起爆这是一个螺生门 但重点是他自己就是说 做这样的违规动作 他还很大声说 这个车怎么这样那样 反而造成很大的反效果 那么刚才讲的莲花这个 其实我记得我之前提过 我们常讲超跑嘛 人家讲超跑都强调说 很多就是有钱你买得起 你就乱开一通 但其实基本上那些超跑呢 它你可以乱开OK 只要你把安全的那些什么 那些东西 你不要自己把它关掉 其实你当当买菜车 你高兴也是没什么问题 但是莲花这个车 跟一般那种超跑idea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今天如果说把它好好的开 真的跑去买菜 或怎么样慢慢开 这个车根本是没办法开 难做的不得了 然后很没力 所以为什么它小引擎 能够造成这么大的 那么好的一个性能 因为它的所谓的甜蜜区 比如说引擎你油门踩到底 跟踩一半 有一些比较好开车 怎么踩就大概有一定的比例的动力 这个车没有 你油门踩一点 怎么这么没力 我的压力时都比较会跑 但你一旦进入它的甜蜜区 比如说7000 8000这样 嗯的时候 我瞬间就冲出来 所以会开的人呢 你就可以让它 透过你档位的变化 让我这个引擎一直在巅峰状态 哇 车就快得不得了 那不会开呢 车子那么烂 比我家Toyota还难开 所以这个车会比一般的所谓的 我们讲那种 不懂车只有钱的人 诶 那个族群都不一样 这些通常开这种车 都是真正懂车的 它真的知道如何操纵的 所以战胜这种车的话 快感远比那些什么 蛮牛啊 马啊那些来得多的许多 其实观众朋友如果有印象的话 那个英国节目TopGear 常常都在开莲花 还有Bocati 所以我们发现说 如果说随着节目或说舆论 大家在讨论的风潮 慢慢的进到台湾的同时 你会看到说 大家都在讨论转速是多少 那当然有同好也会找地方 不过这个现象就代表着说 台湾的确对超跑市场 是非常的有兴趣的 今年我们在国际车展上面 看到说过去超跑 几乎是不参加所谓的车展 因为车展就是展一些 比较房车或是休旅车等等